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 带您探寻长征背后的伟大精神 中共中央决定授予张富清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莫桑比克总统纽西会见许其亮 国防部召开例行记者会 就近期军事热点回答记者提问 国际军事比赛2019将于8月3号起 在10个国家举行 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 伊朗不会退缩 和俄联邦委员会通过暂停旅行中导条约法案 接下来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报道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 离开江西后途径的第一个省 85年前 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 在越北韶关一带 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封锁 并在沿途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今天红军长征留下的歌谣 仍在这里传唱 我们的记者从福建长厅 进入广东韶关 继续沿着红军的足迹 探寻长征背后的伟大精神 这里是新田村 85年前 红衣军团从江西省的庆丰县 进入到了广东省的南雄县 也是在这里打响了 红军入越后的第一仗 红军当年就是在我身后的 这片土地上架起重击枪 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 那场战斗中 红衣军团直属侦察连抓住战机 在新田果断向敌发起进攻 取得了入越后的首场胜利 当时只有六岁的李梅德 对红军部队印象深刻 那个红衣军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不到老伯生家里住 在外面住 在外面住 煮饭的到你家里煮料饭 就写个字 下了你的柴火 给钱给你 挑水 挑满这个钢的水 把地下烧光 撒得光光的就走了 李梅德老人告诉记者 红军纪律言明 不畏牺牲的精神 深深影响了当地群众 在很多年轻人心中 拨下了革命的火种 我们的好多小鬼 年轻人一走就跟着红军 他们在那里吵到 就站队 讲话老板就送他走 他就唱着一个歌 我就知道世界 我唱着一个歌 我唱个歌 我唱个歌 这些孩子们高声齐唱的歌谣 叫做当红军歌 是红军在这里露营时留下的 说的就是当兵就要当红军的故事 斑驳的墙壁上 歌曲的原迹经过八十多年的岁月洗礼 仍依稀可变 当时我们红军部队退出以后 马北学为了保护这首歌 就用了泥巴扶起来 国民党部队退了以后又把它启封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我们要一大大地唱下去 在南雄转战七天后 红军一路向西进入人化县 这座高四米的红军烈士纪念碑 背山而立 八十五年前 红军部队就是在这里 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铜骨岭阻击战 以伤亡一百四十多人的代价 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 为红军主力向西安全转移提供了掩护 八十五年前的惨烈战场 如今已是凉亭沃土草木新荣 人们在这里是红军节唱红军歌 用各种方式传承传伟大而永恒的精神 在铜骨岭阻击战遗址的不远处 红军长征越北纪念馆正在加紧建设 修建这项经验馆让我们的后代的参观理解 当他们长大以后把这种精神 永恒自己的奋斗东西 五天的时间 我们从广东南巡到人化 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一路向西 红军桥送红军 红军碑寄红军 红军碗念红军 红军街宿红军 红色是这片土地的底色 长征期间 红军转战广东境内前后只有十几天 但传唱85年的红军歌谣 珍贵留存的长征印记 还有当地老人一遍遍动情讲述的长征故事 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 那些英勇献身的红军烈士 从未被人们遗忘 在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 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正在心火相传 本台消息 2019年4月21号 习近平总书记 对中国建设银行 湖北省分行 来凤之行 黎秋干部张富清同志 先进世纪做出重要指示 强调 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身藏功名 一辈子坚守初心 不改本色 世纪感人 在部队他保家卫国 到地方他为民造福 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 淡薄名利 书写了精彩人生 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 学习的榜样 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 凝聚起万众一心 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表彰先进 弘扬正气 激励和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建贤私旗 使之奉献 党中央决定 授予张富清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 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 都要向张富清同志学习 要像张富清同志那样 坚守初心 对党忠诚 要像张富清同志那样 淡薄名利 在平凡的岗位上 苦干实干 创造实际 要像张富清同志那样 克尽职守 把革命理想信念 化为行动的力量 要像张富清同志那样 一辈子清联自首 克己奉公 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 自觉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莫桑比克总统纽西 26号在马普托 会见了到访的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奇亮 许奇亮首先转达了 习近平主席 对纽西的亲切问候 纽西表示感谢 并请转达 对习近平主席的美好祝愿 纽西表示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愿同中方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莫方高度重视莫中两国军事合作 对近年来两军关系发展感到满意 许奇亮说 中墨是彼此信赖 久经考验的好朋友 真朋友 同志家兄弟的传统友谊 历久弥艰 中方愿与莫方一道 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 继续密切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 不断推动两军关系向前发展 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增添新内涵 打造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访问期间 许奇亮与莫国防部长 母图木克举行正式会谈 并检阅莫三军仪仗队 驻香港部队日前展开 第二季度联合海空巡逻 巡逻中同步进行海空搜救 临检拿捕等多个科目的实战化演练 对部队联合行动的指挥 通联 协同 保障等环节 进行检验 早上九点 特战队员空中机动至昂船洲码头 搭乘海军军舰出航 执行第二季度海空巡逻任务 巡逻中 部队以可疑船只 恶意撞击地方渔船为背景 展开联合应急处置演练 在夏娃央海域附近 有渔民落水 上进民的火艇进行搜救 接到指令 特战队员乘坐小艇前出搜救 在空中直升机的指引下 成功找寻落水人员 并进行紧急救护 一般人从溺水 意识伤失到整个老死亡 也大概就是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三到五分钟的时间内 然后对它进行有效的救治 完成救援任务 军舰迅速靠近可疑船只 我现在是在驻香港部队新标舰上 那么现在呢 军舰已经靠近了可疑船只 那么一会儿呢 我身后的特战队员将会操控小艇去登陆这艘船只 进行查证 而且同时呢 还有另外一队特战小队 通过乘坐直升机 直接急降到船只上进行搜查 逮捕 机降 登船 搜查 拿捕 每个环节都要精准高效 海洋上船体是晃动的 然后呢 直升机呢 又操纵起来非常困难 但是我们仅用时两分钟 就将直升机上的特战队员呢 迅速地都滑降到这个可疑船只上 进行了一次立体的领点打捕 这次巡逻 驻香港部队陆海空部队齐出动 通过演练 探索解决联合行动中存在的指挥 协同 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重点突出 驻军陆海空三军兵力 在海上联合行动的组织实施与指挥协同 通过这次演练 锤略了部队指挥员 应激处置能力 和部队的快速反应 以及应激行动能力 近日 驻澳门部队开展军事训练比武考核 从体能到技能 从基础科目到实弹射击 全面检验官兵训练水平 这次比武考核分基础科目考核和兵种专业考核两个阶段 基础科目考核中官兵们要在两小时内 先后完成三千米武装越野 步枪实弹射击 基础战术动作 军事体育等训练科目 今天天气比较热吧 科目联在一起 听声音比较大吧 相对于基础科目考核 兵种专业考核涉及步兵 庄稼 特战 工兵等十多个兵种 数十个训练科目 组织实施和成绩评定的流程更加复杂 除了组战专业 还涉及到数十个保证要素 所以说我们把考核的组织权限分发到各个业务处 让他们根据实战的需要 自主地设置考核内容 考核条件和评定标准 考核中由机关干部和基层战士组成的考封考计检查组 对各个科目 各个环节进行全程督导 确保此次比武考核公平公正 国防部今天召开例行记者会 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近期军事热点回答了记者提问 在谈到中俄关系时 任国强指出 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 70年来历经风云变换 中俄走出了一条正确的大国邻国相处之道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掌舵领航下 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大踏步迈入新时代 不断展现新气象 新风貌 新作为 树立了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中俄两国关系进入了新时代 中俄两军关系也进入了新时代 前不久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 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郑重宣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军事互信 开展各层次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这为推动两军关系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也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充实了战略内涵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领影下 中俄两军将把新时代中俄军事关系 全面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在谈到中朝两军关系时 任国强表示 2018年以来 习近平主席和金正恩委员长五次会晤 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时代 传承中朝友谊 发展两军关系 是两国军民共同的期待 两军关系是中朝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双边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们愿以两国建交70周年为契机 传承中朝友谊 续写时代的新篇章 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达成的重要共识 开展好两军友好合作 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 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做出积极贡献 针对记者提出 美国频繁更换防务部门领导人 是否影响中美两军关系 及两军关系未来走向 发言人指出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军事关系 不仅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 而且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我们希望在SPA代理防长任内 美方能够与中方共同努力 认真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把握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大方向 不断增进战略互信 推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加强危机管控 努力使两军关系 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发布会上 发言人还介绍了 辽宁舰航母编队 跨海区训练情况 近期 辽宁舰航母编队 根据年度训练计划 开展了一次跨海区的机动训练 目的是检验武器装备性能 和提升部队训练水平 进一步提高部队履行 使命任务的能力 就西方媒体接连炒作的 我西沙永兴岛部署坚实战机的消息 发言人做出回应 包括永兴岛在内的西沙群岛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 及皮帘区法 中国政府于1996年 公布了西沙的领海基线 西沙主权没有任何争议 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 部署设施 开展训练 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合法 合理 合情 有关方面不必大惊小怪 记者会上针对外媒提出的 有关中国军方研究人员 和华为公司共同研发的报道 任国强表示 华为是一家 自主发展的民营企业 没有所谓的军方背景 国际军事比赛2019将于8月3号起 在中国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十国举行 今年的国际军事比赛 共设32个项目 其中 我军将在新疆库尔勒承办 包括苏沃洛夫突击 部战车车组 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在内的 四项比赛 国际军事比赛是俄罗斯国防部 发起的一项国际性军事赛事 中国军队自2014年起连续应邀参加 2017年开始承办部分比赛 今年的国际军事比赛 共设32个项目 我军在新疆库尔勒承办四项比赛 同时 陆军 海军 空军 组队赴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 印度 伊朗五个国家参加11项比赛 据了解 今年我军将首次派对参加深海潜水员比赛 首次派对赴印度 伊朗参赛 首次由空军 海军联合组队 参加航空飞标 航空兵机组比赛 国际军事比赛 已成为中国军队与世界各国军队 相互借鉴 密切协作 增进互信 加深有益的重要平台 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军队的重要窗口 通过五年来的参赛办赛 中国军队进一步巩固了国际朋友圈 感知了外军先进训练理念 促进了备战练兵 坚定了强军自信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岛黄海饭店飞翼中心 第七届东盟地区论坛维和专家会即将开始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东盟地区论坛 27个成员及联合国的100多名代表 一会儿他们将围绕如何提高联合国维和行动效能 展开研讨交流 今年这节会议主题是 加强地区维和务实合作 提高联合国维和行动效能 供设有改进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授权 加强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防护等四个议题 本届会议持续两天 旨在给东盟地区论坛各成员国提供一个开放 务实的交流平台 这次会议我们会讨论如何提高维和行动的效能 如何更好地提高维和任务的授权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我们会在这两天的会议当中广泛交流 东盟地区论坛自1994年成立以后 已发展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平台 维和专家会是这个论坛 机制的重要议题之一 东盟地区论坛成员维和出兵总和 占联合国维和总兵力的31% 出资总额占联合国维和贪款的67% 据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 此英雄90年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 累计参加24项行动 派出兵力4万多人次 有13名官兵牺牲在维和一线 目前中国军队共有2500多名官兵 在联合国七个任务区和联合国总部 执行维和政务 中国在维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中国决定派遣部队参与维和任务 这本身就体现出中国对于世界的责任感 中国是目前世界十大主要出兵国之一 他们很专业 责任感很强 我们很荣幸与中国一起合作 并且得到中国很多支持 与中国发展成了伙伴关系 接下来请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6号表示 面对美国残酷的制裁和侮辱 伊朗不会退缩 他还说 美国要求对话只是一种欺骗的伎俩 他批评美国是一个险恶的国家 是多个国家发生战争流血冲突和分裂的原因 此前美国政府对哈梅内伊及其领导下的机构实施制裁 美方称对伊朗的施压将会持续 直到伊朗决定就一个新的全面协议展开谈判 同一天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迈勒·万迪表示 伊朗浓缩油库存将于27号超过300千克 此举将突破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中 针对伊朗可拥有浓缩油库存的限制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基德·塔赫特·拉万西 26号也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警告说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一个多方签署的协议 应当由各方共同来维护 伊朗不会独自承担所有责任来维护这一协议 他还指出伊核协议目前面临的情况十分危急 欧洲方面现在在挽救伊核协议上 必须充分及时地拿出严肃务实的措施 来证明其维护协议的决心 当地时间26号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也就是议会上院 全票通过了有关暂停旅行中导条约的法案 这一法案由俄罗斯总统普京 于5月30号向俄国家杜马 也就是议会下院提交 俄国家杜马已于6月18号通过了法案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研科此前强调 俄罗斯被迫暂停旅行中导条约 是为了回应美国此前采取的相同举动 当天马特·维研科表示 有必要向欧洲各国阐明在欧洲部署导弹的后果 这将对世界安全局势构成极大威胁 俄联邦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成员 克林采维奇表示 在美国加剧全球安全紧张局势的情况下 俄罗斯能够通过自主研发先进军事武器 保证自身安全 但俄罗斯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中导条约 也愿意就此与美国展开对话 北约国防部长会议26号 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 会后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 北约国家商定了俄罗斯退出中导条约后 将采取的政治军事措施 包括军演情报活动等 当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 如果北约针对俄方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仪式 采取行动 莫斯科将以军事措施作为回击 当地时间23号 由美国海军全诗号两栖舰率领的一支编队 驶入阿拉伯海 进入美海军第五舰队的辖区范围内 由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 自5月起就在该海域活动 因此全诗号的到来 意味着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 美军集结了一支航母编队 和一支准航母编队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 全诗号编队抵达后 美国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人数 已经达到两万八千人 这里已经是美国海军部署规模最大的地区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想要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请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